特備節目 楊村清道夫 這個就是楊小青 他自小已經立志要做清道夫 為什麼要做清道夫呢 是因為 首領大灰狼不知由何時開始 就在楊村的圍蘭開了個洞 每一天都會有好多狼隻 由狼村走入羊村落定居 同時也有無數隻狼來來回回兩個村落 正正因為這樣 狼會在羊村亂扔垃圾 周圍吐痰 村落也因為這樣而越來越髒 所以楊小青為了令羊咩咩有清潔的環境 可以健康地生活 就決定要做清道夫 但是大灰狼眼見楊村落很髒 都不為所動 每一天就只在冷氣房裡吃羊肉 楊小青每天都辛勤地工作 太陽未起就要起床去狼老闆點名 穿制服和清理垃圾 但因為圍蘭上面那個洞 每天都有更多狼 走去楊村落那裡扔垃圾 村落變得越來越髒 楊小青的工作也越來越辛苦 但大灰狼只顧著怎樣在圍蘭再多開幾個洞 根本就沒有理過清道夫 直到有一天 楊小青發現街上的垃圾 已經多到都要做山出來了 無論他們有多勤力地做事 楊村依然是臭崩崩 楊咩咩也因為這樣 要每天都戴著口罩上班和上學 於是楊小青就跟大灰狼說了 可否把圍蘭關掉 楊村變得越來越髒 我們都會生病 好可惜大灰狼聽到之後 不但沒有你楊小青 還立刻好生氣地吩咐手下 以後不准那羊再說那些垃圾是狼丟的 那些垃圾明明就是其他村的動物丟 骯髒是因為羊不乖 現在全村落的所有餐廳都要關門 以及不讓兩隻羊在街上走 但街上越來越骯髒 楊村內的口罩也開始不夠用 連羊仔都因為這樣 要停貨留在家裡 其他清道夫見到這樣的情況都很擔心 楊村內越來越多囊 再這樣下去大家都會生病 怎算好 大灰狼眼見清道夫這麼擔心 他心想 反正我一直都在冷氣房裡 關我什麼事 但他口罩就說 我一向都最支持清道夫的 楊小青和其他清道夫 繼續很努力地日掃夜掃 但垃圾袋開始不夠用 他們明白 無論怎樣跟大灰狼說都沒有用 他們 他們於是一起談談可以怎樣做 但所有清道夫都明白 只有大灰狼關了一個圍欄 才可以解決到現在這個問題 就在這個時候 其他羊妹妹來到廣場 有羊妹妹建議 不如你們罷工吧 不要再清理街道了 讓大灰狼明白我們為什麼這麼擔心 我們其他羊妹妹都會支持你們罷工的 但是楊小青和其他清道夫都很害怕 他們很擔心如果他們不清理街道 只會令更多羊妹妹都病 不過可惜他們想了很久 都想不到還有什麼方法 可以說服到這隻環固的大灰狼 去守護羊妹妹妹的健康 好吧 我們為了守護羊村 我們什麼方法都要試 那些清道夫這麼說 就是這樣 清道夫的罷工就正式開始了 來近一個星期 清道夫每天都會去大灰狼的冷氣房外面 期望給他壓力 讓他關上一個圍欄 清道夫好像平時般上班 第二天早上太陽還沒起床 就去冷氣房不斷勸大灰狼 勸到晚上就回家睡覺 第二天早上又出來 每天都不斷地叫 關上一個圍欄 罷工救羊 關上一個圍欄 罷工救羊 但是 狡猾的大灰狼繼續吃羊肉 笑著這樣說 你們這些清道夫喜歡罷工就罷工 我炒了他們 等他們以後不能再做清道夫 外面多髒也好 我也有冷氣炭 有羊肉吃 車 過了一個星期 楊少青看到街上 真的越來越髒了 越來越多羊咩咩真的開始病 他們覺得好焦急 好心痛 楊小青於是叫其他清道夫一起聊 最後他們決定回到街上 穿回制服 清理街道 他們明白 就算多勤力都好 街上依然會臭崩崩 羊咩咩都會病 但是 他們都決定 唉 清得幾多 得幾多 而其他羊咩咩都一樣 即使糧 亂丟垃圾 都不會學他們 要努力保持街道清潔 而大灰狼呢 就從來不會穿羊咩咩健不健康 堅持就說清道夫自私 說他們偷懶所以才罷工 還要懲罰所有罷工的羊 但無論怎樣都好 清道夫都決心繼續好好守護大家的健康 守護羊村落 清道夫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守護羊村 如果是你 又會不會和清道夫一齊並肩作戰 守護我們的家呢?